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提取最后一级科目,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有从一级到四级,每个等级有着对应的科目 但是每一行的科目是不固定的,有一些有一级,有一些有二级,还有三级四级的 在这里我们想提取最后一级的科目,可以使用Lockup函数 之前在我们学习Lockup函数的时候,已经学习过了 Lockup函数可以提取某一列最后一行的值,或者某一行最后一列的值 所以可以使用Lockup函数来提取最后一级科目 输入函数名声 第一个参数 这里如果我们的科目是文本,可以使用做作为差照值 差照区域就是从一级到四级的区域 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科目是文本,可以使用做作为差照值 第二种情况 每一级的科目,它是一个数字 如果是数字的话,用做作为查照就会出现错误 可以使用91307作为查照值 这是第二个 对数字代码的提取,可以提取数字的最后一级科目 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个 代码这里如果既有数字又有文本,还可以使用一个通用的公式 我们还是使用Lockup函数 来判断 代码区域是否不等于空 这是条件 然后返回代码区域 这个括号输入错了 不等于空 这是第三种方法 这是一个通用的公式 既可以取取文本,也可以取取数字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每个等级的科目是存放在一个单元格的 每个等级用横杠号进行分割 我们同样要取取最后一级科目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使用公式 公式是比较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可以使用SARS T-T-T的函数 来把横杠号替换为50个空格 几块横杠号 几块50个空格 这50个空格我们可以使用REFT函数 来生成 这是一个文本重复函数 这里是50个空格 不是50个空文本 需要注意 重复5至4 这是第一步 可以看到 可以把横杠 替换为50个空格 这一步的目的是 把每个等级的科目代码作为分割 第二步 可以使用REFT函数 从右边截取 截取50位 因为 这里我们已经使用了50个空格作为分割 从右边截取50位 既可以截取最后一级的科目 又不会截取到前一级的科目 所以 可以使用REFT函数 来截取50位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可以使用SUM函数 来把空格 给处理掉 这个函数 可以续除 文本两端多余的空格 这是使用函数 我们通过三步 来期许 我们其实也可以使用一条公式 来使用下套公式 把第一步的复制到 第二个 第二个函数里 再复制 就可以删除 第一步和第二步了 这是第一种方法 可以使用公式 第二种方法 我们使用操作法是非常简单的 复制 粘贴 然后选动区域 使用T块功能 按下Ctrl加以至键 我们来进行替换 替换内容 我们可以使用通费符 来替换 横杠 前面的所有内容 点击全部替换 就可以快速的 来提取究极科目 我建计同学们 使用第二种方法 因为使用函数 是比较难的 而使用替换方法 是非常简单的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内容 同学们可以关注工作号 关注一个塞 每天早上 我们一起成长 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